Hello 駱駱老師 今天你都乖 因為你剛剛開學沒多久 但你已經溫熟了這些音樂的很重要的知識 今天我們學的是哪一個音樂時期 你可以用英文講給我們聽 Romantic period 浪漫音樂時期大約是由1830年至1900年左右 第一位你認識的作曲家是怎樣讀這個字 是他的名字 Sharpán 有很多學生不知道 他讀了他的粗篇 那就糟糕了 千萬不要 Sharpán 蕭邦 他在1810年在波蘭出生 1849年在巴黎去世 蕭邦是一位很出名的鋼琴家和作曲家 非常動聽的音樂 然後第二位你認識的 Sharpán Sharpán 他也是1810年出生 1856年去世 德國的作曲家 然後 李斯特 一位是匈牙利的鋼琴家作曲家 很長命 1811年出生 1886年才去世 然後有 Brahms 布拉姆斯 1833年出生 很多年份都不適合 很難記的都記到 布拉姆斯 Brahms 很出名的遙嵐曲 Brahms和舒曼也是很好朋友 然後 Tchaikovsky Tchaikovsky 也是試得很好 因為很難串 但F應該是用V字來代表 你寫一下它是V字 對 剛才你疑惑了很久 究竟怎麼串 爭很少就對了 已經是good try 試得很好 柴可夫斯基 Tchaikovsky 1840年出生 1893年去世 是俄羅斯的作曲家 當然浪漫時期 不僅只有這五位作曲家 但是這五位是必須 一定要認識的 因為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音樂家 作曲家 有很多很重要的 很好聽的音樂就作了出來 你上網也可以聽一下 我們就彈一下它好不好 好嗎 好 繼續努力吧 再見 劉劉老師